第二十一集 刘启波听了后,微皱眉头,似乎在考虑什么事儿,而金飞瑶则垂头丧气地坐在一旁,一脸的沮丧。 过了一会儿,刘启波好像想通了,笑着对金飞瑶说道, 金道瑶,你那是因为没有控制好炼丹时的融合,火火过了。 然后,他靠紧金飞瑶的耳朵,低声讲道, 你只用在炼丹时,分出一丝神石到丹炉中,不就可以用零石查看零草的情况? 这样火候一到,马上就可以做判断,不用凭古板的丹方指示和丹炉表面的状态而决定。 刘道友,你真是我的良人啊,竟然肯把这个事儿告诉我,如果让我自己琢磨, 等我想的时候啊,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,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 金飞瑶等的就是,他看不下去时,主动告诉自己,现在得逞了,就摆住一副意料之外,深受感动的样子。 刘启波轻摇头笑道, 嗯,金道友客气了,这只是我平日炼丹的一点小心得,算不得什么,如果说是要帮忙了,我倒是有件事情想要麻烦金道友。 啊? 金飞瑶张着嘴愣住了,这还真的有事? 看到他愣住的样子,刘启波又用兰花纸拦在了嘴前笑了起来。 金道友不用担心,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。 没有,我再没有不愿意,什么事儿,刘道友请说。 金飞瑶有些尴尬,好在他脸皮够厚,回过神来就若无其事地问道。 我接到一件帮别人采灵草的伙计,并不是从全仙门中接到的,报酬也不错,一人能有一千块零食,因为人手不够啊,所以想叫金道友一同前往。 金飞瑶摇头说。 只是采个灵草,竟然给这么高的报酬,想必很危险吧。 刘启波点点头,不否认。 那是一颗六百年的火仙帘,有一只成形的尸鬼守着,只是刚刚进入三阶,还不成气候。 尸鬼啊,如果刚进入三阶,练气气地修饰人数多些,还是可以拿下的。 这东西啊,金飞瑶知道,是修饰的尸骸易变后形成的,三阶的尸鬼刚刚有灵质,除了长得恶心,力大无穷,和带剧毒,就没什么好怕的。 尸鬼不是问题,主要是这火仙帘,长在一个洞穴之中,里面有很多一阶的鬼眼蜘蛛,还有少量的二阶鬼眼蜘蛛头领。 我们的任务啊,就是清理掉路上的鬼眼蜘蛛,鬼眼蜘蛛上的材料也可以任我们取走。 刘启波下面的话,让金飞瑶沉默了。 鬼眼蜘蛛一窝能升上百只,又是在洞穴之中,数量不是多的惊人。 虽然杀死鬼眼蜘蛛后的材料也可以小赚一笔,这可要被一群二阶的头领堵住,在洞穴狭窄的通道中,想逃也难啊。 看到金飞瑶面有难色,刘启波又说。 金道友放心,肯定不是我俩单独去,我准备再叫一人,而下任务的人可是住金修士,他也会带几人来。 听说还有别的三仙也接了任务,到时候应该有十几个人。 反正临时是固定的,一人一份,人越多我们就越划算。 鬼眼蜘蛛谁练杀的就算谁的,到时候啊,多带几个储物带去。 把尸体收回来,任务完了之后啊,再取上面可用的材料。 听了他的解释,金飞瑶倒是觉得,这个可行,有筑基修士作证,还有这么多练器修士跟着,自己也就是跟去打个下手,这么便宜的事干嘛不去啊。 好,我就和柳道友走一趟。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,约好出发的时间是在七天后。 而来听学的修士也越来越多,听经台下坐满了全仙门的修士,有些从十来岁就进入了全仙门,现在都五六十岁了,还困在了练器期,住不了机。 这些人大多相互认识,本来还算安静的听经院,因为熟人之间的交流,变得嘈杂了起来。 金飞瑶从刘启波这里得知啊,一般在讲学完毕后,大家会留下来交换物品和交流修炼心得,每月一次非常热闹,而有拿手绝活的人这时就会非常的吃香。 比如,会炼丹、制服、布阵和住气的修士,身边总会挤满了人。 想预定或是买下鞋比外面要便宜些的东西,也有人接了门中任务,不想约同门的人一同去,也会在这时寻找功法适合自己的队友。 修士会的法术,直接影响你能做的任务,像主修水系的修士,去海边河中这类的地方,那是事半功倍,而如果让他去沙漠或是无水的荒山做任务,那得要了他的老命,没用处还碍事。 金飞瑶主修的是什么系的法术,他自己也不知道,天地寄灭绝,怎么看也归不到普通的分类中,他自己给自己归了个鬼系,又觉得不太好听,所以别人问他是主修什么的时候,他都说是主修火系的,在他看来明火也是火,应该勉强也算吧。 刘启波上次就问过他,所以这次才想叫他一同去,因为鬼眼蜘蛛最怕的就是火系法术,这一把火扔过去,噼里啪啦的就能烧死好几只呢。 就在大家聊得高兴时,天空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钟声,把大家的声音都压了下去,这是全仙门的广天钟,每次讲学时都用来提前告诫他们,讲学的助击前辈来了,给我有点规矩,安静些。 终声悠扬,长长的拖了很久才停下来,本来操杂的听经院,此时是鸦雀无声,静的吊根针在地上,都能听到。 谁知,就在这时,有人扑的放了个响屁,四周在死寂中停顿了一会儿,突然抱起了一阵狂笑,本来人多的时候放过屁,也只是靠着最近的几个人能听到,可刚才整个院子安静的可怕, 这一屁声就显得惊天动地了。 金飞摇也捂着肚子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他擦擦眼泪,边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,嘴中还说着。 到底是谁呀,在这么严肃的时候做出这种事来? 等他站起身,看清那身边空出一圈,独自坐在那儿的罪人时,一下子愣住了,这不是李二根吗? 他身边的修士全都避得远远的,他还傻乎乎地坐在那儿,满不在乎地吃着烤地瓜,还问周边的修士要不要吃。 金飞摇赶快一屁股坐下来,背对着他,低着头用手挡住脸,他可不想被李二根认出来,要是和自己打招呼,那还不得了呢。 就在此时,讲学的助级修士也出现了,他脚踏着一把飞剑,微风凛凛地出现在了空中,这是他助级的第一次讲学。 之前还特地找相熟的修士打听过,大概流程也知道了,才找出自己最霸气的法剑破空而来。 远远的,他就听到了广天钟的声音,故意放慢了些飞行速度,准备很有气度地出现在这群练气修士跟前。 哪知,等他飞到了讲经台上方时,却看到了这些练气气的小辈正在哄堂大笑,四处吵闹,一点也没有听说的四下无声,毕恭毕敬。 别人来讲学,这些小辈都是毕恭毕敬,就怕得罪他们,自己来讲学竟然受到这样的侮辱,他不由地怒火中烧,想拍屁股走人,又想到这讲学是强制任务,怎么也得待一个时辰,不去还真不行,就干脆怒气冲冲地对着一院子的人放出满带着杀气的威亚。 下方,嘈杂地修士,被他的威亚一震,这才发现讲学的修士来了,而且来的还是生面孔,吓得都赶快安静地坐好,不敢再乱动了。 看到四周安静下来,这名助击修士,欲着飞剑落在了台上,面色如霜地冷冷扫了一眼人群,就自己盘腿坐在了讲经台上静坐来。 他这一坐,就没动过,威亚也不收回,把下方的重修士弄得叫苦连天,别看威亚只是修士外泄的杀气和灵力,但是,只要修为相差过大,也可以变成杀人力气。 这名修士,已经是筑气中气的修为,他的威亚对练气气的人威力也不小了,虽然不能杀人无形,但是也让他们心惊胆跳。 后背如利刃划过般,升起了一道道莫名的良意,强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如坐针毡,一心只想要逃离此地,却不敢动。 终于,在大家都快受不了的时候,他估计啊,时辰差不多了,才站起身来,收回了身上的威亚。 重修士全松了口气,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,只见这名助己修士冷冷地说道,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,遇见飞行,你们都看好了。 话音一落,他祭出了那把光彩夺目的飞剑,跨上去,嗖的一声,就破空而去,给修士们留下了一个背影,就消失在了空中。 大家一阵无语,坐在原地看着他,几夕之间就消失在天空之中,倒不是他们不想马上走,而是被微压压破了一个时辰,脚早就软了。 得坐在原地,恢复一下。 还好,他这样就走了,全怪那个放屁的人,真是连累了大家。 刘起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皱着眉地说道,金飞瑶的情况也不比他好多少,但是不敢提自己认识李二根,只得愤愤不平地说道。 真是的,这么老的人了,竟然做这种无聊的事,傻不垃圾的。 坐在台上欺负人,什么钱呗,太不像话了。 金道友,七天后我们大清早就要出发,你可不要忘了,到时候我在大门口等你。 刘起波站起身来,揉了揉酸麻的腿。 大家早早来听讲学,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白受了场醉,全怪那个放屁的胖子。 等想找那胖子算账时,却发现他早就跑了。 看着有些脾气暴躁的修饰,在到处寻找李二根,还到处打听胖子是谁,是什么愿的人,金飞瑶赶快顺着墙根跑了出去。 想到聚气丸已经快吃完了,他准备去再买十粒,然后再买十份练聚气丸的灵草。 等把缺杂丸的灵草练完,就拿这个试一下。 金飞瑶 走在大街上,金飞瑶突然听到了有人在惊声叫他的声音,听起来好像什么妖兽脖子上被人捏住了一样。 他转头一看,不远处有五六个人,其中一个女子正拼命地拉着身边一个男子,指着他在焦急地说着什么。 真倒霉,怎么会遇上他们了? 金飞瑶一看是熟人,但是很不想见到他们,转身就想走。 可惜对方可不想让他跑了,一群人追了上来,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那女孩还好好地打量了一下他,才确定地大叫道。 你猜逃呢,会不会说话? 金飞瑶眉头一皱,冷声呵斥一声,然后就抬着头,斜着眼,一副很瞧不起他们的样子说。 你们俩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唐姐吗? 没大没小的,才做了几天修饰就不可一世了。 你们在凌空派里是怎么学的? 一点规矩也不懂。 随后他又摇头,痛心疾手地叹息道。 凌空派堂堂一个知名大派,竟然会有这样的弟子,真不知道你们师父在背后,要如何地痛心啊。 金飞瑶你乱说什么呀,我什么时候不可一世了。 那女孩脸仗了通红,出现到金飞瑶就被扣上了帽子,忍不住地扯着尖嗓门就嚷起来。 金飞瑶掏掏耳朵,态度冷漠地说道。 没事请让开,落仙床内可不准打刀,不想被赶出去,就给我滚开。 唐姐,能在这儿遇到你真是太好了,你也知道飞瑶不会说话,就不要通她计较了。 一只被金飞瑶拉着衣袖扯的少年,跨不上前,对着金飞瑶哭笑。 金飞瑶上下打量了她许久,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 原来是飞吻堂弟啊,这才几年没见,你都长这么高了,你不是去凌空派了,怎么,来落仙床内玩吗? 看着她那夸张的表情,金飞瑶也不介意,而是彬彬有礼地讲道。 飞瑶堂姐,我凌空派现在已经搬到了仙宿山的七贤峰,我们以后可以多见面了,我想祖父也会高兴的,又可以祖孙成俱,不知道要有多高兴呢? 这回堂姐可不能再走,因为凌空派搬到这里,祖父也打算先以一部分族人过来,所以叔伯也随我们前来,他们也都很想见见你。 用祖父吓我,金飞瑶笑了,这个绯闻从小就是这样,看起来文质彬彬的,却总是在背后阴人,家族中最厉害的也就是个恋气后气的老头, 那些伯父叔叔们,也全是恋气的旧尾,还想在洛仙城拿下自己,太小看人了。 金飞瑶和金飞华他们呢,现在还在家族中修炼什么,御塑心法吗? 他突然,话题一转,问起了其他事。 听他问起这两个人,金飞瑶的脸突然红了,似乎有些不好意思,而金飞文笑了笑,依旧很有礼貌地讲道, 堂姐是想其他的几位姐姐了,他们上辈子修了佛,得到凌空派驻基长老的喜爱,已经入了凌空派的门, 说起来姐姐如果在的话,也应该能得到长老的喜爱,现在必定生活得非常好。 金飞瑶点点头,大声地赞同道。 是啊,以为难祖父了,让他们好容易修炼了这么多年的炉顶之法,如果不送给凌空派的长老们拍马屁, 你们两个入门这么多年,一个只是练气中气,一个还是练气初气的修炼, 现在可能还在门内扫大门呢。 还是有自己的亲人好啊,自产自消,以后还可以等你们两个生出了后代,再去学一下合养心经,以后做更好的炉顶送人。 堂姐,祖父也是为了家族的繁荣,你身为家族的一份子,为家族做点贡献,有什么不可的? 你不看看你之前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儿,目无尊长,不忠不孝,在我们家的脸面,丢了个一干二净。 金飞闻,话音一转,开始指责起来,金飞瑶却笑了笑。 哼哼,凭什么?凭什么我就要为你们牺牲?家族可没做什么对我有利的事情,我干嘛要用自己去换你们的光明大道? 我又不是吃大草屋吃多了,中毒中得头脑不灵光。 你这个不孝子! 身后突然传来乍尔的怒吼声。 金飞瑶一转身,原来是自己的大伯带了一群护院,在得了金飞闻的传信后,赶快赶过来捉人。 而去传信的是名十三四岁的少年。 金飞瑶看着他跟在大伯身旁,低头哈腰,十分热心的样子,气就不大一处来。 他上前就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,张口骂道。 你这个混蛋,我白对你好了。 出卖人的时候,跑得还挺利索。 金飞瑶的巴掌可不轻,一巴掌抽上去,就把他打翻在地。 哇的一声啊,就吐出来一口夹杂牙齿的鲜血,随即半边脸就肿了起来。 他捂着脸,含糊地劝道。 姐,你就不要闹了,祖父说了,只要你乖乖地回去,他就不再和你计较。 凌空派的长老还差一个侍妾,你去了也是吃香的,喝辣的呢。 而且,只要你肯去,祖父答应帮我进凌空派的内门,你一想疼我,就帮帮我呀,我可是你的亲弟弟。 滚。 金飞瑶抬起脚,就给了他计较。 什么亲弟弟,你竟然好意思说,想入内门,凭自己的能力去,除了凌空派,就没有其他门派了吗? 我能凭本事入拳先门,你怎么就没本事自己找个出路,竟然想卖姐求荣,看我不贴负你。 你们还愣着干嘛,还不赶快把二小姐拖回去,大街上的也不觉得丢人。 大伯看他不顾姐弟之情,对着金飞瑶就是一顿暴打,赶忙一挥手,让身后的炼体忽怨上去,想把金飞瑶带回来。 找死? 金飞瑶面露凶光,冷喝一声,拳头握起,对着冲上来的护愿就打了上去。 护愿就像纸壶的一样,一拳一个就被他打的,飞出了几张,砸在围观的人群里,动弹不得。 大伯见护愿,一点用也没有,就被金飞瑶打得睡了一地,不由得气急败坏地吼道, 你这个不孝子,竟然敢还手,气死我了,飞温。 还不和我一同拿下他,回去足归处置。 听了他的话,金飞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,就等着他来动手。 而金飞文快步走了上来,一把拉住火冒三丈的大伯,一声说道, 大伯,家师特意吩咐过,在落星城中,羞尸不能相互打斗,不然,轻则当场击杀,重则全派全族驱逐出去,请大伯冷静一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